媽媽, 你是否懂得變魔術 為甚麼這道菜做得這麼好吃 如果我懂得變魔術就好了 就不等我每晚煮你大哥飯 你大哥也不幫人做飯 你還可以把這道菜當作十冤九仇 甚麼? 我看你猛脾猛脾上船舖 吃光它 人做老公, 你做老公 怎會嫌我老婆吃得多 這道菜吃得不好生 不是呀, 老婆, 我怕你胖 而且你也很胖 甚麼?我這樣算胖? 其實以我這種身材 才是最標準的 正所謂多一分則胖, 少一分則瘦 好笑 來, 你看你的兒女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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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 老爸, 怎麼你這樣 挑撥我和媽媽的感情? 平日你這麼多口 現在不見你很幫, 老爸 我是第三者, 沒理由介入 好, 現在就讓你介入 你說媽媽胖不胖? 媽媽很漂亮 我問媽媽胖不胖 胖不胖就不重要 最重要是漂亮 媽媽, 跟你說得浪費氣 阿兒, 你客觀一點 阿兒, 你說媽媽胖不胖? 其實以哲學語理分析角度來看 甚麼是胖, 甚麼是瘦 是很主觀, 定義很模糊的 就像一條繩子那樣 怎麼才是長, 怎麼才是短 怎麼才是不胖, 不胖... 算了...阿兒, 當如剛才沒說過, 繼續吃飯 怎麼這麼胖? 把糖都叫救命了 這張床只是給我打招呼, 胖 其實你最好逢星期一、三、五日睡右邊 星期二、四、六日睡左邊 平衡這張床不是很快的 那星期日呢? 星期日就隨你了 喜歡哪一邊倒下就睡哪一邊了 你不吃黑心 也好, 在這個颱風季節 不用我擔心你被風吹了 我胖子嘛, 胖子你也娶我 誰知道那時候我娶你 真的像趙飛燕一樣 現在就變成楊玉環 楊玉環是中國四大美人之一 就算你撿到了 是呀...很漂亮... 不用說了 人家一天煮三餐, 又要洗衣服, 又要掃地抹槍 整個屋子的事都是我做的 如果身子沒有回上一座, 怎麼捱呢? 不是的, 好了...睡了... 睡了, 人家早就想明天買甚麼菜給你吃 我看見黃花魚很便宜 好, 明天就煎黃花魚 芥菜鹹蛋肉片湯 豉汁煎排骨 蝦醬通菜 好, 喜歡吃的 早安... 早安... 阿嬸, 過重了 快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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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怕 如果我出聲, 當然是說我踩你 升降機跟你無冤無仇 沒理由撐你了吧 去哪裡? 走樓梯, 減肥 快點了 我們今晚, 大家都沒吃好吃了 謝謝 今天早上我和你媽媽坐升降機 她一進去, 升降機的聲音超重 好雨就走出來 好, 另外一個太太和小孩進去的時候 一聲都沒有 你說媽媽是不是要節食減肥呢? 我想今晚吃的就好了 差不多了 可能每人一杯鮮橙汁之後 就跟著青蘋果, 西柚, 檸檬 可能飯後果一人有個小李 老爸, 你也不是不知道的 女人最忌諱兩個字 一個是老字, 另一個是肥字 老爸, 是你生氣媽媽的 男人大丈夫, 一人做事一人當 你搞定她 我不說就說了, 那怎麼辦呢? 不如這樣吧, 我和你們媽媽離婚 讓她很痛苦, 吃不下睡不著 那就慢慢瘦了, 然後才可以娶她 老爸, 我想到時候吃不下睡不著 那也怕你了吧 是呀... 你們正經一點 究竟我們要不要去找媽媽 媽媽回來了, 你們懂得做 待會兒媽媽買甚麼回來也要好 行 媽媽, 開門吧 媽媽, 這麼多東西? 是呀 怎麼樣, 你們餓了沒有? 餓死我了 那就對了 媽媽, 今晚的一頓應該很豐富 你也知道 當然知道 一定是讓我們耳目一身的 你也知道 一定是讓我們吃過翻尋味的 你們三兄妹最聰明就是這次 十九 那我準備出去吃就行了 老爸, 怎麼樣 好, 你儘管去吧 除非你不喜歡吃魚蝦蟹和魚雞 不是呀... 是不是, 媽媽 你怎麼說減肥? 誰說減肥? 十個字沒有九個肥 而且人家會說你對老婆好 養得老婆又胖又白 沒有我壞的老婆 媽媽, 你這麼有宗旨的做法 是值得鼓勵的 鼓勵 老爸, 你好餓 所以說, 你們個個都不了解媽媽 要不是我這樣用激醬法 今晚哪有這麼多菜吃呢 告訴我, 是否好? 也是好玩 顏色 吧 快點兒 我想一下 justafter 很快